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咱们安琪的学员 然后是在2020年的时候进入到咱们安琪 也是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就知道了 然后呢今天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RM备战史 在分享开始之前呢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要先感谢一下我们的安琪 因为在我的备考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备考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在我整个备考期间 我觉得我只需要努力学习就行 然后剩下的一切事情都是交给安琪的 我任何遇到的问题 书怎么买 然后包括题怎么做 选择什么题 或者是从哪买题 包括后面的一系列的申请呀 就是一系列的只要你有遇到麻烦的 找安琪是绝对没问题的 所以选择咱们安琪就是选择安琪 其次呢剩下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备战的 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四个方面 首先呢先看一下第一个方面 我自己的一个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呢其实没有怎么学过英语 然后但是我又对英语比较感兴趣 我没有参加过什么英语的考试 但是呢我自己就是了解过英语 比如说我知道一些非为与动词呀 包括荼毒不定士呀 然后包括什么主语从句兵语从句 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还是很陌生的 我觉得我要是对英语上面画一个等号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水平 但是呢这个英语你说对咱们这个RM备战 到底重不重要呢 其实它是挺重要的 但是虽然它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的英语基础只决定于你学习的时长 但是它不会决定你考试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医学英语方面 我真的是零基础 从来都不知道 可能就顶多了解一些心脏呀 掩耳手 就这些很基础的 Thunders书是这样子的 我是没有看过的 我没有看过这本书 不是因为我基础特别好 不需要看 而是因为我真的拿这个 不是拿这本书 我是看不懂的 因为我的英语真的是特别差 但是呢 我又要再去学知识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就有咱们安琪这个视频 我就跟着老师的课程 一遍一遍 一句话一句话 一页PPT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一句一句的去去理解 然后通过咱们这个安琪的这个视频课 所以我觉得老师的这个PPT 就相当于 把Thunders书上面最精华的部分 把你给抽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咱们的咱们安琪的这些老师的水平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 我反正是没有看过书 就是根据这个PPT 一遍 一遍我就过了 在过完这个Thunders书之后 我就开始刷题 我刷了 我先是刷了咱们那个安琪网校的这个 前面应该有 咱们安琪网校应该差不多有7000多道题 然后咱们安琪是 他有题不停的不断的在更新 所以咱们网校我应该刷了有8000多道题吧 差不多 然后再加上咱们那个Thunders书后面 大约有1000道题 然后我还刷了那个CAPLAN 然后那个Limping Coat我也刷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其他大约1000道这个题 是因为我关注过咱们的安琪的那个公众号 咱们那个公众号其实每天都有在推送 咱们的题 然后每天都是有一道 我是坚持一直在做 然后呢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 比如说 像我自己通过一些渠道 手机上刷 然后包括做咱们老师给我的这些 题 反正乱七八糟算下来 零零散散的 大约也就是1万多道题 然后我是在 是在二三年 二月份的时候 我去考 然后我当时其实 我是考了145题的 这个题数量 其实是挺大的 我觉得我能考过 在除了一个 基本知识 充足的准备之下 我觉得当时考试心态 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跟咱们那个准备要考试的小伙伴也分享一下 就是一定是去考试之前 你最好是做一个充足的一个心理准备 因为好多人可能考到第75题的时候 可能心就慌了 因为75题再给你 电脑在很大方的给你往 其实 其实6题推送的时候 其实当时那个心态其实是 有点其实小崩溃的 但是呢 我一直心态都非常的非常的好 因为我在考试之前 我就已经做好心理的一个充足的准备 当我75题没有考过的时候 我心里一直在给自己加油打气 我就觉得 既然75题电脑没有停止 那证明我的水平还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所以我就一直保持我这个心态 一直做到145题 做到最后提前10分钟 我就这样 我就每次在做题的时候 我都鼓励给自己加油 给自己打气 不让自己消极 其实在做到120题的时候 很多学员可能 我之前也听过大家的分享 我就觉得好多人就觉得 哎呀 就是特别折磨人 确实心理压力非常大 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 算了吧 算了吧 赶紧考完吧 不要再折磨人了 但是我依然没有这样子 我考到第120题 甚至到130题的时候 我觉得 我给我自己加油打气 我觉得计算机 竟然他没有 他竟然到这个时候 他还给我往后推送题 那证明我的基础知识 这个知识储备量 一定是够的 他就是在看你 这个到底这个基础水平 在他那个及格线之上 还是之下 所以当时我心态放的是 特别特别的好 一直在给自己鼓励 加油打气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 咱们马上有考试的 这个学员 当时到 时候考试的时候 一定是心里头 一定要给自己加油打气 然后中间的时候 最好还是能去休息一下 因为他那个房间就是 有点暗 然后屏幕又特别大 凳子就是又稍微低一点 你可能需要 就是把头抬起来 长时间的话 这样下来 然后他那个房间 又稍稍有点小封闭 我建议大家还是 两个小时和 三个半小时的时候 出来一下 他那个卫生间离的 考场是非常近的 你可以进去去洗把脸 然后你再 你再进去重新考试的时候 你的精神会更充足一点 其实你浪费这五分钟十分钟 对你的考试影响并不大 其实我觉得考试相对来说 还不是那么难 还可以 只要你好好做题 好好看书 其实应该是 都是他考的是你的基础知识 他并不是说是 你要完全百分之百对 他就看看你这个基础知识 能不能达到他那个 达到他那个 他那个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大家心态放好 其实没有什么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下来呢 我跟大家主要看一下 我是怎么去备战的 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尤其是像我这种 医学 医学知识不怎么低 然后英语知识 更不怎么低 然后呢 我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过一次念头 但是只是这唯一的一次 因为我不知道 大家的水平怎么样 就是我只想跟一些水平 不好的就是学员说一声 就是最崩溃的时候 就是在你 你已经努力了 非常努力了 已经做到你极限的时候 你依然看不懂书 依然记不住单词 依然不明白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崩溃的 如果说 如果说我是因为没有 好好学习 好好看书 不愿意花时间学 那你说你记不住 或者是怎么样 都好说 但是如果就是最难的 就是你已经付出了 你自己的极限了 但是依然特别难 这个东西就是让你 当时就是当时非常非常的崩溃 但是我觉得 其实心态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是 大家好 咱们安琪不是有那个学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 其实安琪这个 咱们制作的这个特别好 然后我好多次 以前没注意 我也是到后期 我就翻安琪的这个网页 我就发现咱们安琪上 有学圈啊什么的 我觉得我都没有 之前都没有去用上 然后慢慢慢慢发现 我才去用上的 然后在里头可以交流呀 然后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 一些朋友呀 我们可以就一起学 大家都是安琪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聊 去聊一下 然后有个学员 曾经就告诉我说是 你学到后统慢慢就好的 然后我就沉下心来 然后一点一点去积累 然后我会发现 其实在你积累的过程当中 你不用特别刻意的 把这些端词 非要重复的记多少遍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这样的话很痛苦 我觉得我在安琪整个这 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学期 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对 其实挺轻松的 除了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在记忆单词 在记忆这些理解的这些东西上 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刻意要求 因为这种单词真的很难记 你刻意的话 你只会把自己逼到绝境 让你失去了这个学期的态度 所以我每次就是 我喜欢就是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我就拿那个A4纸 我自己就定成那种小本子 我就拿笔去写 我碰到单词了 我就去写 我就去写 我觉得它不管记住 还是没记住 我觉得你写的这个过程 它的这个记忆的变数 它是在你的脑子里 一定会留 一定会留下来的 当你记忆到第十遍的时候 你记住了 其实并不是说是 你从零到第十的这个跨度 而是因为你有了前九次的积累 你到第十次的时候 你才会记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方法 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如果有人觉得 单词特别难记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方法 还挺好的 我不刻意的去记 我就是顺其自然 老是讲到哪一张 我自己就去哪一张 我自己就这样子 一点一点一滴的记 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 去看我之前这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整个备战 还是相对来说 不那么难 挺轻松的 然后再到了一个 基础护理的时候 其实你在把医学 单词学完了之后 其实也差不多 一千左右个单词 当你接触到 基础护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之前学的单词 好像都用不上 然后又有大量的 单词的时候 呀 那个心情就特别的郁闷 但是呢 我自己调整 就是真的是 每一步都是 自己经过去调整 因为我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没有一个量的积累 它是不会有质的改变的 我现在就是在挖地基 就是在积累 就是在 就是在 在积累 所以我这个量一旦没有够的话 它不可能有质的改变的 所以我还是 我还是这样子 一点一点的去积累 大家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就是你不要说是 只努力一两天 只努力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你就想掌握所有的知识 它不现实 就相当于 因为我有 因为我有 我有孩子 就是他每次哈 我记得有一次 他跟我 就是我的孩子跟我说 妈妈我都努力了 一个星期了 怎么 什么这个东西怎么回事 怎么还那个啥 我就觉得 我说你不能这样子 我说如果你 只努力了一个礼拜 你就想从一个学渣变到学霸 那么全世界就没有学渣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 一定是跨过一个科一个科 然后回过头来看你 你自己的这个信心 才会一点一点的去积累 然后基础护理过完之后 我是根据咱们的安琪的这个课程 一步一步来的 我没有挑 然后我就开始学产科和新神儿 新神儿和产科对我来说 我觉得也不是对我来说吧 是因为我学完了整个的这些课程 我觉得产科和新神儿 其实是最轻松的 然后他知识点也好记忆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 然后单词呀 包括药理之间的记忆 其实还就是相对于这些课 这些科目中 其实还是相对于挺轻松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跨度是最快的 而且产科和新神儿的课程 其实并不多并不多的 然后再到了一个R科和成人科 呀这就是R科和成人 这个因为他牵扯到各个系统 你会发现学到这两个课的时候 就是大量的知识点 大量的东西 就是突然间就涌过来了 而且你觉得都是都是重点 就是呀 就是你那个心态特别不好 因为他知识点太多了 你又急于求成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痛苦 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一定是那个时候 知识量爆发积累的时候 一定是速度慢下来 速度慢下来 不要急于求成 千万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我觉得大压力 其实有时候并不好 因为我们都有工作 都有家庭 都有孩子 所以就说 大家一定是 把自己的心态 调整到你最舒服的阶段 在你努力的前提条件之下 速度然后一点点慢下来 然后以理解为主 虽然说R科和成人科 相对来说知识点多 但是他又是我们 其实比较好理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医护人员 其实他这些 不他虽然 虽然我们接触的是 那个Nclass 我们这个医学英语 但是他里面的知识点 其实跟我们国内 就是都是都是相同的呀 比如说 我们学的心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 包括你知气管的病呀 哮喘呀 他这些概念性的东西 医学知识方面 医学知识方面上的东西 我们是一样的 其实你重点只需要去理解 理解他那个思维 理解我们护士的一个角度 的一个思维转变 因为在我们国内 我们的护士就相当于 医生的腿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Nclass考试 他要求你的就是批判性思维 他要求你的就是优先 他要求你的就是 这个病人怎么样了之后 你要先怎么样 所以就是你慢慢的 去试着理解 还有一个R科和成人科 虽然说比较难学 但是还有一个好积累的地方 是当你把R科学完了之后 再去学成人 其实是很好学的 因为R科和成人 他的那个知识点 他的那个系统 都是一样的 你R科有呼吸系统 成人也有呼吸系统 当你把R科这一遍学完之后 其实学到成人的时候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所以大家一定是 心态好 心态好 慢下来 慢下来 不着急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 你把目标感 我们的最终 其实目标感都是考 都是考RN 大家都是想把RN尽快的去考上 然后我那个时候 特别烦躁的时候 我就想象 我考上RN 拿上证的时候 我就老自己 给自己加油打气 去鼓励 我不让自己 特别的消极 就是这样子 我一点一点一点 当你把成人学完之后 真的它是一个质的飞跃 就是让你感觉到 你特别有成就感 因为我是从当时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从医学单词开始 然后一步一步 学到成人科之后 你反过头来去看 哇 你就觉得你真的 好 好了不起啊 你都学了这么多了 你这个时候 知识积累 其实是有 其实是有一个 其实是有一个量的 不要着急 然后精神科 和复杂护理 是这样子的 复杂护理 就相当于我们的几乎一样 然后 不难理解 你们学了就知道 其实不难理解 就相当于我们的几乎一样 然后精神吧 精神科是 精神科是 是一个这么回事 就是你学完了 其实之后 你把精神科学完了之后 其实你 还是没有掌握 你不知道在讲什么 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 但是呢 我曾经就听 我力气的老师告诉我 你们不要着急 你就是听一个基础 然后精神科 到时候你通过做题的时候 你就会很快的来明白 真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 你不用着急 精神科通过做题 你很快能理解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这个病是怎么回事 然后它这个机理啊 原理啊 包括一些很复杂的那些东西 其实 通过你做题的时候 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 它精神科其实 占用的并不是特别大量的 大量的题 大量的知识 你只需要把题去理解了 然后其实就考了 就考那么一点 我当时考试的时候 精神可能才出了一道题 可能也是因为我答对了吧 它可能就出了 出了出了一道题 我觉得还挺幸运的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药理备战是怎么回事 其实药理 我觉得我听过很多人的分享 包括老师的分享 包括学员的分享 包括考STN人的分享 包括考RN人的分享 包括一次没有考过 二次没有考过的 就是零零散散的 我觉得我也听了 20多个人的分享 我觉得大家这种药理 我总结了一下 大家药理 基本上都是靠归纳 都是靠归纳 因为药理这个东西 它没有技巧 它也没有说是什么 让你可以透极取巧 一些什么所谓的办法 它就是靠的是 你把你一张截 就是比如说 你是心血管的药 好 你都是这样子 你精神科的药 好 你都是这样子 但是 我觉得药理 想要攻破它的话 千万是 我觉得好 这对 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总结下来的是这样子 虽然药理 确实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不要去 拿别人现成的东西 老师说 好 我们那个 比如说 ACE吧 血管紧张素 转换煤 一支剂 就是大家都说 好 我来剂 老师告诉我 什么 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 全部的药一类 好 你就去剂 我跟你说 这样剂下来 其实你自己是 没有什么概念的 当你遇到题的时候 稍微变一点点 你就不会了 你就懵了 你就懵了 所以被占药理的时候 一定是通过 自己总结 自己分析 自己归纳 一定是经过 自己批判性的 这个思考 然后把你 然后把你自己 总结的东西 放到一起 放到一起 你通过你自己 然后把它放到归类 然后到底是什么 是抗凝剂 抗凝剂这一类是啥 然后抗学奥版 这一类是啥 然后抗癫痫 要包括那个 血清素 血清素 就是SSIS 然后那个 丹氧化 煤一支剂 其实我说的这些 其实大家 其实看着时候 确实是 那个挺 挺痛苦的 但是当你自己 归纳总结下来 其实我觉得 真的也还好 反正我觉得 只要你自己肯学 这个东西 变到你脑子之后 你真的是忘不了的 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药理就是这样子 其实药理通过 你自己去总结 记忆是最快的 而且是最忘不了的 我觉得没有那么难 然后第三遍的时候 对 第三遍 我还会这样子去总结 然后我把药理 药理归类了之后 通过做题 然后我就会发现 有一些还是比较特殊的 特殊的地方 其实你别看它不特殊 但是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记 你像那个 我记得 肯定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贝塔受体组织剂吧 不 盖通道组织剂 它盖通道组织剂 很多都是什么地平 什么地平 什么地平 唯独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最清楚 最常见的两个 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那个叫什么 维拉帕米 还有一个是蒂尔流卓 这两个就不是地平 所以它反而还更好记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PPT 我是记药理 你看我是这么记的 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提 其实你看 我上面这些提 全部都是把它 比如说抗癫痫药 抗癫痫的药 我会把它 我会把它统一在一起 但是当我做题的时候 这些东西 它都没有在一起 它都是零零散散的 它可能在我这一页的 第一题 然后那个可能 抗癫痫药可能在我第 80题 然后因为做的题多了之后 我会发现 咦 我上次记的这个 抗癫痫药和这次做的 这个抗癫痫药 好像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我自己去记忆的 所以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 然后我自己又 第二步的时候 我把它会归为 归为在一起 比如说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在我做题的过程当中 我但凡碰见 比如说抗癫痫药 我看本妥婴的时候 我就会把 我就会把 比如说本妥婴那的 下面那一刻 我顺带了 顺带我就看了 还有就像这个 你看大家看这个 抗精神病 还有什么 什么氮瓶啊 什么的 还有 对 这个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ACE 血管紧张素 转换美抑制剂 其实他们刚开始 都不在我一页PPT里头 他们都是很零散的 因为我做的题 因为这些东西 是你总结 你是有 你是有印象的 然后通过你自己的印象 你把它重新归纳 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我今天看 本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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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利 然后我看这个题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 下面的这些 奎纳普利 雷米普利 我都会看一遍 其实看是非常快的 花不了你几分钟时间 我做题的时候 和我学习的时候 我靠的就是重复 不断的重复 而且是顺其自然的重复 我不会让自己专门拿个东西去背 去背 这种东西很痛苦 我自己试过 其实效果并不好 然后这是我第二遍 我第三遍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 它全部都是ACE的 这个什么什么是什么 然后我发现它的副作用 和不良反应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怎么办呢 你看我下面这个 小小的这个 总结副作用的时候 我就说 有的是什么严重低血压 然后有的是什么 饭前一小时 顽固性的咳嗽 包括这个血管性水肿 然后我又把这些很出现 做题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我自己再总结一遍 我觉得就这三遍之后 我觉得其实每次刷题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不用过多的考虑 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 好像看见 就是我连题都不用看 我可能光看见这个选项 我可能就知道 它要选啥 然后 对做题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因为 这是我自己的总结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听我总结分享的时候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你就拿走赶紧用 如果你觉得没有用 那你就 大概随便就一听就行了 因为 每个人 其实每个人做题啊 什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好的方法 我还是想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从单词上来说 首先就是 你要看你这个题啊 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题是 单词不认识 还是说翻译没翻译对 还是说你这个题 知识点不够牢固 你要分清楚 你再去做题 单词问题 那你就去重复 那没办法 那你就去不停的去重复就行 然后翻译的话 我建议大家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 我刚开始就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翻译 我发现单词翻译完了之后 整句还是你理解不了 你就整句翻译 当你整句翻译之后 哎 你才会发现 这个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英语真的不好 你知道吗 我英语真的不好 第三点就是知识点 如果是你属于知识点的问题 那你就是回顾 总结 记住一定是过脑性思考 过脑性思考 特别重要 你不要拿书去读 去看 去看 去背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特别死 而且你 而且你背完 其实你没有效果的 关键是Sanders 说那么多 提那么多 你是背不完的 你也记不住的 我们都是不同人 但是啊 一定是经过过脑性思考 你只要过脑性思考了 这个东西 在你的脑子中划过 真的这个东西 你想忘你都忘不了 直到今天 其实因为啊 我还要说一下 咱们的安琪 咱们安琪上 咱们安琪那个公众号 每日一题 我是一直坚持做的 一直坚持做的 虽然说我RN考完了 我现在依然 我拿手机太方便了 我随时嘴底都能刷 然后你看 我看那些题的时候 我都是经过一个过脑性思考 我会想很多问题 当你过脑性思考了之后 这个东西 真的就变成你脑子里了 你不要着急 一遍不行 二遍不行 三遍不行 四遍五遍六遍 一定行 你相信自己 然后第四点就是什么 做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看你这道题的时候 你要站在一个出题人的立场 你要看 如果你是出题人 你想让你的学生 回答出来什么问题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失火了 失火了 现在底下的选项是 灭火 启动应急的一个措施 然后还有一个 比如转 比如说是转移病人 对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人家问你 你最优先干嘛 其实你看一下 这些选项都对 全部都对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最重要的是啥 你站在出题人的 出题人的这个立场 你去思考 到底 我到底这个出题人 我想让我的学生 怎么样去回答出来 这个时候 病人的安全 病人的生命安全 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优先选择的 一定是先把病人转移出来 病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做题的时候 你换位思考一下 其实也很好选出 这个正确答案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 我每次看题 有的题可长了 你知道吧 特别长 然后题长了之后 你就有时候 像我这英语不好的 我就有时候分不清 他这个条件给你的 到底重点在哪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找出最核心的问题 你看他问啥 你看他问啥 你看他问啥了之后 你从你的选项里头去选 跟他问啥最直接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答案 其实正确力概念 还是挺高的 反正这是我做题的时候 因为我做了 虽然说我英语基础不是很好 但是我做了一万多道题 我新题其实做了一万多道题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说 我那个要理备战 就是那个做题备战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题 重新的再看 重新的再看 所以当我把题 新题加重新再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做题 应该做下来 差不多都有小两万了 因为我这些东西 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 一滴 然后一道题一道题 做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 你们啊 就是你们在做题的时候 你去找那个感觉 真的一定是去找那个感觉 就是首先要有量 量的积累 才有质的一个改变 其次是 其次是当你做题的时候 你一定过脑性思考 思考了之后 这个思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比死精英被真的要强很多 然后你慢慢慢慢那个感觉 你就找出来了 就是不要去想的就是 想都是问题 做才是方法 你在做题的当中 你一定会思考 一定会思考之后 这个东西在你的脑袋之中 一定会留下 留下印象的 我到后面 我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你看我有时候做题 我其实 我其实有时候 不看题 我光看选项 我都知道 大概这个选项是在哪 对还有这个 你看大家可以看我的PPT 这些东西全部都不是我一次性整理的 我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东西 我全部都是很凝散的 我没有笔 我没有纸质上的那个笔记 我全部都是在我的电脑上 我可能你看 我的那个电脑上 这个所有的这些正常值号 他就是在我第一遍的时候 我做题的时候是啥号 我把比如说 我做咱们那个网校的题 那个叫什么 Thunders和U 不管是Thunders还是Uword的 我第一遍过的时候 比如说Thunders题是五千道题吧 然后我第一遍过的时候 我肯定有错题呀 比如说我可能五千道题 我只对了一千道 我剩下的四千道 我全部在我的表格上 然后剩下这对的一千道 我自己会根据我自己的情况 我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题非常非常重要 我一定会把这个 即使我做对了 我也会把它放到我这个表格里 或者是有些题 我觉得哎呀 这个题就是幸运 我虽然说 我虽然说这道题做对了 但是我是属于很幸运 把它给蒙对的 我还是会把它放到 放到我这个表格里面 所以我都是在重复 我都是在顺其自然的重复 我不会可以强求自己的 如果你每天都在复习 每天都在复习 我觉得复习量太大了 复习量太大了 你看我这个Thunders书 其实我是没看过的 我不是说是我 我不看它 是因为我学完了之后 我要刷题 我刷题了之后 我在刷题的过程当中 我找出来了我很多问题 所以我没有 那个让我重新再去 复盘一遍 所以我就一直跟着 我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感觉走 然后这些正常值 有的是在我第一页 有的是在我第八页 有的是可能是在我第一千页 然后因为它是由我自己总结的 所以我就会把每一次遇到这这类的问题 我全部把它放到一起 然后当我遇到这个 比如说CVP 那个中心经脉压 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下面的平均动脉压去看一下 新出数量我再去看一下 颅内压正常值我再看一下 我因为看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不费时间的 除了记单词 我会用手写 看的其实这个时间不费事 当你重复的数量够了之后 一定是能记住的 一定能记住 对了 说到正常值 我还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两个数字特别神奇 一个是10到20 一个是6 你会发现好多正确弹 都跟这两个数字有关 你像那个隆内压 眼压 还有那个什么 本土英纳的中毒剂量 他们都好像都是范围 都是10到2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6的这个数字 也很神奇 这个也是当时我听一个老师讲 然后我自己慢慢发现 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拐跟你的距离 就是很多题都是这 一个10到20 和一个6 哎呀好 就是你做题做的 他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 还有这个打疫苗 打疫苗呢也是 我也是把它会总结出来 然后每次弄到 看到这 做到这 我都会全部再看一遍 然后还有这个步态 对 哎呀这个步态 是我最燃的地方 是我最最最最燃的地方 然后 嗯 反正每次做题都错 然后实在逼得我没办法了 我痛定 思痛下定就行 我必须把这个搞懂 然后我就找了很多资料 然后包括安琪的书 然后包括做的很多题 我放到一起 最终终于是把它给弄懂了 但是我考试没有考它 但是我看 但是你大家看我这些东西 我都会把它放到一起 我一定是重复重复再重复 嗯 还有这个 这一页PPT是这样子的 你看啊 我下面这一行 就是那个每一个shift 有你看有要理 知识点 优先 然后UAP LPN 二次错题 然后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我是这样子的 我要理我会在一张PPT上 然后我的知识点 会在一张PPT上 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错题 我觉得很重要的 我会放到一起 优先 我为什么把优先单独放出来呢 是因为我在做题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这个问题特别大 我优先几乎做十道 我能错九道 我就觉得我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因为优先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就单独把它给拉出来 我把我所有做过的优先错题 我拉到一起了 我拉到一起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后面的啊 嗯 对 这一页对 优先 我优先是这样子的 我把所有的题放到一起 然后优先的 我会把它单独拉出来 然后不优先的 我还会把它放到一边 我要看优先 他为啥优先 然后他不优先 他为啥不优先 然后包括优先里面 你看好 这个腹痛和肩痛 我单独拉出来了 因为好多优先 都是什么什么病 然后他放车到腹痛了 放车到肩痛了 特别多 我搞不懂 太然了 因为桑德尔斯知识点太多了 怎么办呢 就总结啊 自己通过过脑性的思考 去总结 我就把所有的腹痛 七周腹痛 然后包括回肠造口的腹痛 包括放车到左肩 右肩 我全部拉出来 我全部拉出来 当我这些题 你看我第一遍做了 我第二遍总结了 我第三遍 又把它单独又拉出来了 然后我每一次 这都三遍了 每一次我在做 同样类型的题的时候 我又会看一遍 所以这种顺其自然的重复 至少四遍 所以你的记忆是会很 很 很 很深刻 很深刻的 然后UAP也是一样 什么是UAP能做的 什么是UAP不能做的 然后UAP能做的 我全部总结出来了 UAP 它有时候 很多东西 它会有那种 很 那个知识点 真的是那个临界线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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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搞得你都没办法 就有时候术后 能不能去协助病人 去厕所 然后术后第一天 能不能协助病人行走 这种这种很擦边的题号 你做不好 你就错了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特别慌 因为你只要把握住 那个基本原则 它再考你 它就是 它就是考到花 你把握那个最基本 最根本的东西 它就考 它真的是考不到你 就是这样子 然后LPN的也是这样子 然后LPN能做的 LPN又不能做的 你看 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PPT 就是我会把它能做的 和不能做的 单独拉出来 然后它能做的东西的特殊 我又把它拉出来 这个特殊号 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就是你认为 你这个 比如说有的题很难 但是对于我来说很难 可能对大家来说很简单 那这种题 你就不用 你就不用弄了 你能搞懂的题 你就OK 过一遍你就行 你弄不懂的题 我跟你说 大家不要急于求成 真的不要急于求成 做题不是一个讲究量的事 做题一定是讲究一个质的事 我真的做题非常的慢 我跟你说 我当时把Sanders 你想Sanders将近5000道题 我把Sanders5000道题都做完了 我当时做U Word的时候 我当时可自大了 我想的是 哎呀我Sanders都做完 因为我Sanders做完 做到最后的时候 一天其实能刷100多道题来 我当时我还在那想 哎呀U Word的才2000 2000多道题 我一天刷100道 我可能20天 一个月不到我就完了 我当时就这么天真 谁知道当时刷到U Word的时候 都傻了 U Word的那个题号 它的那个知识点特别大 而且它是批判性思维 我当时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两个26 啥意思呢 我第一天做U Word的时候 我做了一天 我才做了26道题 然后正确率是26% 哎呀我到现在都激意犹心 所以我当时有点太高估自己了 所以做题千万不能讲究数量 讲究数量真的等于零 没用 真没用 我做题号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题是啥号 一个题放到这儿 首先题目和选项 声单词必须得搞懂 不管是医学单词和非医学单词 我跟你说 对于我来说号 我不知道为啥号 我觉得医学单词 其实反而比 那个非医学单词更好记 呀那个非医学单词 我真的很痛苦记起来 尤其是这种东西 你不得你不记啊 很多东西你不得你不记 它就是选项里的正确难 你不记怎么办 没办法 手写 我就是这儿 然后 然后第一步 你先把 声单词搞懂 我跟你说 这种声单词号 你搞懂是啥号 我今天我一定是 做到我自己尽力的 努力的范围之内 我做到尽力了 他能记住 他就记住 他记不住 记不住我就记不住嘛 记不住我就放那儿嘛 我当时我能把你记住 那就行了 我后面 下回遇到你 我再看 所以当时记不住就记不住 但是你不要躺平的说是 我记不住 一定是在你努力 奋力过 拼到权力 进到最努力的时候 记不住 那记不住 咱就顺其自然 然后 第一步把单词先搞懂 第二步 你看你做题 你为啥这道题 你做对了 你为啥这道题 你做不对了 你这道题 正确答案 为什么人家要选这个选项 为什么其他选项不选 他正确 他正确到哪了 他不正确 他又不正确到哪了 一定要搞清楚大家 你把这道题 完完整整的 在你的脑子里过完之后 你明白了 你能想通了 道理能想通了 OK 你再去过下一道 你不要说是 你不要说是做一道题 这道题我选对了 我就往下就翻篇了 不是 其实 其实这个U Word 就是 哎呀 说到U Word 又想说咱们 安琪了 咱安琪真的特别好 U Word的 我也是听别人说 这是要掏钱买的 咱安琪啥都有 而且每年 每年都更新 这个U Word 咱安琪后统 那个解析也特别好 你除了看正确答案 你把那非正确答案 你也要看 解析非常清楚 我跟你说 你看解析 给你一种什么感觉了 就是一道题 你做下来 你即使不知道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啥 但是你能排除到 但是你能把错误选项 排除掉 你知道不 所以那个解析 一定要看 解析就是帮助你来 排除错误答案的 你一道 因为我做好多题都是 我有时候单词不认识 但是我能选对 为啥呢 因为四个选项之中 我很肯定能把三个选项排除掉 我就知道他仨是错的 所以就剩那么一个了 虽然说我看不懂 但我选对了 真的 就是这样子 嗯 这些全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你看 这是啥 这是LPN可以干的 LPN是可以干的 嗯 啊 对 说到做题 我跟大家回忆一下真题吧 我觉得哈 这个CET是啥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可能大家也有了解 我简单就 我简单的就是 就就说一下 就是这个计算机的自 自适应系统 特别强大 我觉得就像是最强大脑一样 嗯 其实我觉得我知识量 储备的还算可以 呃 所以这个 我觉得电脑就 就识别出来了 然后我在整个做题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我的医学提号 并不是那么难和并不是那么多 反而那种 真的是我的短板 我觉得我做一个已经够多了 但是你看 我我145道题 出现过两道 甚至三道什么题 嗯 就是就是人家会给你出 就是我左边第二个 他给你写上四个衣嘱 他问你这个衣嘱 错误的是哪个 这个就是我的短板 这个就是我的短板 因为Sunders书上 也没有很清楚的说 而且这都是一些临床的东西 哎呀 我当时做第一个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好 但是做到100多题的时候 又出现一次这个题 但是他不会给你出相同的题 但是他会给你出类似的题 所以当时我就想 哎呀 完了 第一次肯定是没做对 这个计算机就很很 很最强大脑 他就能找出你的这个薄弱点 我为什么说 刚才那个精神科的那个题啊 你看我右下角第六个 有一个什么 呃 X听吧 这个 这个好 因为我当时 我这个 其实我对这个要一点都不了解 是对我在我的认知能力范围之外的 但是我看他的这个后缀了 他就是那个什么帕罗细钉 什么和细钉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什么五腔色胺 在摄取医治剂嘛 对吧 所以我就知道这一类的药 这一类的药 它的副作用 它就是这么几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选对了 所以我的精神科的药理题 就出了 就出了 就出了一两道 他一旦判定你OK 没问题 他就 他就不出了 然后 对我考了一次这个 麻疹 是啥预防措施 你看这些题 其实并不难拔 这些都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 你说题了 咱们安琪网校的那个Thunders里头 U2里头都有这题 哎呀太多了 什么 我跟你说 这个预防措施 大家看好 可多病好 我跟你说 对 说到这儿 我跟大家就想起来了 就分享一下 是这样子的 我曾经总结过 但是你靠背 妈呀 谁能背过呀 那么多题呢 但是好 他那个预防传播措施 你看好 那个空气传播 其实就那么两三个 对吧 肺结核吗 对吧 肺结核吗 是不是 还有个啥 还有个啥来着 就那么两三个 然后是接触 接触预防传播措施 接触预防传播措施 就那么三四个 嗯 是那个 MARSA MARSA 还有那个 什么什么 就那个肠道的 那个什么病 我咋这会儿 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跟你说 就是除了这个 空气预防传播措施 和这个 和那个 那个 那个 嗯 空气预防传播措施 和接触预防传播措施 然后剩下 全部是飞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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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哈 他飞沫传播措施 他考你的非常少 其实他重点考的是啥 其实当你刷题 刷多了以后 其实他重点 就他考肺结核特别多 看你带不带N95 还是这个病 他需不需要带N95 还是不需要带N95 他需不需要付压 担间 其实他没有考那么多 很凝散的 他重点 其实就考这几个 你只需要 你不需要把它全背过 你只需要做到的 就是你能理解了 能理解了就可以了 能理解 能理解 你自己心里头 脑子是把这个事情 是能搞得定的 就可以了 理解 理解最主要 嗯 嗯 还有个什么 哦 优先 你看 我刚才还说 我的优先特别差 果不起然 你看 我考整题的时候 优先 我感觉他 我记忆中都是四五道 可能都不止 而且这个优先 我觉得我之前做过的题的优先 我感觉我背都能背过 但是他 你想嘛 N class那么多套题 他没有一模一样的题 所以我优先 他电脑给我出的多了 所以我就想的是 嗯 肯定是我错的 嗯 肯定是我错的 但是 我还是 我心特别 我心态特别好 真的 我考试心态特别好 我的题每次 计算机好 毫不犹豫给我提的时候 我心里都在这么想 我的基础知识一定是不错的 所以你不停的在给我拿出题 我一直就有这种强大的心理 心理 心理暗示 所以我当时做题的时候 越做越勇 我跟你说 我当时做题的时候 尤其是做到110题和120题之后 电脑真的特别强大 我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其实这种 这种是 其实这种提出的 真让人真的特别崩溃 而且大家都知道 多选是非常难 难做对的 而且正确率也特别低 我当时其实 心态也不好 但是呢 我一直给自己在加油打气 我一直都在说 电脑竟然能给我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证明我的基础知识是非常好的 他给我多选了 他给我难题了 证明我之前上一道题是答对的 我真的这种强大的 这种思想 我觉得我这次能考过后 一个是除了知识储备量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心态特别强大 大家千万不要退缩 觉得不停的做题 然后当你做 当你做两三个小时之后 其实你的身心是很疲惫的 这个不油人 这个不油人的 所以不要气馁 真的不要气馁 我当时我就想的是 太不容易啊 学习啊 包括就是申请这些东西啊 包括什么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我就来着一次 我一次我就一次去把它 就就搞定 我不让自己特别的烦走 我每 我其实出外出 外出休息了有两次 两小时的一次和三个半小时的 三个半小时后的一次 我都去休息了 休息了之后 其实效果还是还挺好的 我还出现了一个提示 哪个病人就是床位紧张 你先把哪个病人先排出去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优先的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妇科或是儿科的 或是哪个科的护士 然后现在要被分配到外科 然后底下的病人 你看是哪个病人可以分配给 护士长可以分配给这个病人 其实像这种题我觉得还好 都是常见范围之内的 都是常见范围之内的 大家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平静的审题 其实我觉得恩克莱斯考试的题目 真的就像很多人所说的 它不长 它没有像我们之前做题的那个题目 特别长 我反正我基础不好吧 但是我看这些 题的这个标题 没有说能难住我的标题 我都是一眼看上去就能明白的 但是可能后面知识点就比较差 对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改革后的一个题型 我当时做了十几二十多道吧 它是这样子的 改革后的题型是 它会给你出像我给你画的这样子 我做了很多题都是这 我做了十几道题呢 题都是这 病史你点一下 它上面就会出现这个病人 比如说他多大年龄 性别 以前有啥病史 之前怎么怎么着了 然后你再把生命体证点一下 他生命体证会说 这个病人的什么体温多少 什么脉搏多少 呼吸多少 然后他跟你说 然后实验室的结果是啥 然后他跟你说 然后这个病人的症状体征表现是啥 然后他等一下跟你说 你根据这个情况 然后他的单选是这样子 他的单选是我右边的这个小框 画箭头的 然后比如说问 现在这个病人需要澄清的一个处方 或者是你需要质疑的一个处方 或者是一个错误的处方 是处方是个啥 你把箭头一点 然后它下面就会出现四个药 你去把这个错误答案去选了就可以了 这是单选的一个 是这种题叫什么矩阵题吧 然后多选是这样子的 他多选比较多 他不像像现在 就是多选可能就是五个 或者是六个 可能最多就六个 但他这个多选会非常挺多 我看一二三八个八个选项 但是我听之前老师有好像说过这个题 这个事就是虽然说他八个选项 比如说这个正确答案是三个 你可能选对了两个 一个没选对 然后他可能会三个 就是你会得一分 比如说你两个选对了 得两分 你一个选错了 然后就再空一分 所以他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个咱安琪的有 我记得咱安琪有一次分享 大家可以去找自己的教育老师 可以听一下 然后他改革后的题型 反正我做了将近十一道二十道 大部分80%都是这个样子 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然后 我看备考的方法 这个备考方法 刚才前头基本上我都说了 是这样子的 备考的方法是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分析 就是他在分享那个12对脑神经的时候 是怎么记的 然后他当时分享那个方法 我觉得方法是好 但是不适合我 根本我就记不住 然后他那个方法 但是我记住了 然后我自己在做题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的短板就是组织包将军病 真的 每一次错题 没有一次是对过 没有一次是对过 我就可苦恼 我也记不住 我也背不住 怎么办呢 我就编故事 我就像那个老师去学习 然后我就编故事 你看我 就是 就是这样编 我发现 自从我编完之后 这个题 我做一个 就 就一个准 我跟你说 其实大家看这种方法 就是你看我写的这个东西 其实挺幼稚的 确实挺幼稚的 但是真的好用 真的好用 就是大家在 你在做题的当 或者是在 你在做题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积累知识点的当中 一定会遇到你的短板 就是你死活都记不住 咋办呢 想办法 就是这样子 想办法 所以我分享的这些东西 你觉得好用 你就拿走用 觉得不好用 咱走耳朵 进一耳朵车就行了 然后单词 我也是这样子的 有的单词 就是记不住 你看这个肺炮 我记得特别特别特别清楚 肺炮 LV要来就是记不住 然后我就那天没啥事 就在那嘟囔 然后 这个发音跟LV还挺像的 我就联想到 这个肺炮在人体很重要 然后这个LV包吧 它又特别贵 然后每次想这个肺炮 就想到这个LV包 结果就 就记住了 还有一些就是 还有一些想象中的那种 比如说像寄药 你看好多药都是 这个早上服 那个中午服 那个下午之前服 那个晚上服 这个空空服服 哎呀 好难记啊 怎么办 想办法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佛西丁 西西西 它不是西落 西落的话 那我就早上 我跟它相反去服 就是大家想一切办法 跟你自己 就是相关的东西 比如因为每个人的 知识背景 就是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你所记忆的 你所记忆的这种优先点 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 因为我是做学 透析的 我记得我当时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没啥事 上夜班 我就是用手机 查了一下单词 那个学 学透析 其实我当时没记住 但是我在学医学 医学英语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就是 这个单词 是我最容易去记住的 因为我本身 就是做这个的 所以这个单词 对于我来说 就跟吃饭一样 就是很顺利的 就把它给记住了 所以大家 根据自己的情况 你去弄 你去做这些东西 一旦你发现 这个东西 你从这些方法之中 找到一些小甜头 你会上瘾的 它真的很好记 有些题真的是 特别难 还有像那种 不好记的东西 还有像那个什么 到底是 就是妇科 有一个什么几周 它是什么 黑格尔征 然后还有什么 到底是四个月 还是六 四周还是六周 然后子宫下段 还是子宫 还是宫颈 还是阴道 变软变黑 那个也不好记 还有那个蓝光治疗 婴儿 就那一套东西 它也不好记 所以大家就 找自己的方法 其实这种方法 还不错 我觉得我觉得是还不错 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说到这 还跟大家说一下 当你做题做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好多这种高频选项 就是就让你选一个题 底下只要有白细胞减少的 喉咙痛的 还有像直立性低血压的 基本上都是你 咱不说百分之百吧 我觉得十有八九 都是这样子去选 然后还有一些 让你选项的一些优先 你看哪个是评估 当然这些都是方法和技巧 首先最重要的 还是你对这个知识点的掌握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当你在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做不下来提怎么办 那就再去找技巧 找方法 像这种优先评估的选项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到 把它放到优先选项 还有比如说 说后脉搏加快 那你就是肯定去找 那个出血的表现了 还有像只要是头颅手术的 那你肯定是术后 抬高15度 然后头颅宝石中线 还有一些像 对还有像尿液变色的 好多尿液变色 其实都是无害的 就是这种题 你做的多了 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 还有一些用药 病人没有一从性的 还有像精神病的 就是自杀的 进行一对一看护的 然后你就问他 你有自杀的想法吗 你有自杀的计划吗 这些我觉得都是好选项 这些全是正确选项 还有的很多都是 药是不能碾碎的 十有八九都是这样子 肝毒性 肾毒性 尿比重 这些都是高频选项 还有一些好的选项 我这个右下角写 写到测量生命体征 然后使用电动体续刀 然后缓慢做起 戒烟戒酒 不能开车 不要跟病人大声去说话 然后这些基本上 都是好的选项 还有些不好的选项 只要是药 跟中草药在一块的 还抗酸系的 跟细油脂 在一块服的 这些都是不好的选项 还有一些选项 就是禁止病是什么 不让运动的这些 因为它毕竟 好的还是美国思维 它美国思维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像女性痛经 咱都是啥好 不让喝凉水 然后要喝温水多休息 但他们不是这样子的 但凡阻止一切的这些运动 他们都觉得是不好的运动 他们女性痛经是啥 她会让你去吃止痛药 然后你凉水可以照喝 你知道吧 就是慢慢做题 你就能找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ABC 这个我都不用多说了 就是大家经常老师讲的特别多 ABC原则 先是那个那个那个气道 再是呼吸 最后是循环 大家根据这个情况去选择 还有马斯洛的层次需要论 但是我觉得哈 就是也因为我也听过很多老师讲 就是像这种 ABC和马斯洛层次需要论 我觉得题是很好分析 但是关键重点是啥 重点是 这个题老师就能分析出来 我们用ABC 那个题老师能分析出来 我们用马斯洛 但是对于我们学生来说 我分析不出来 如果这道题老师告诉我们 我们这道题来用ABC 好我们知道 A 那我们就从这个提到 但是 你让自己做 你就不行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就是大家多看书 多刷旗 慢慢找感觉 就是你不要光想 就做就行了 慢慢你就会好的 嗯 对 这样的是这样的 刚才前后也分享了这么多 我在整个备考期间 我觉得 再多方法 再多 再多东西 再多技巧 再多这 再多那 都不如你勤奋 唯一的方法就是勤奋 我觉得勤奋有了 我特别喜欢董宇辉的一句话 就是 当你足够努力的时候 连神明都会庇佑你的 你看 因为很多人做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为什么这个人的这套方法 那个人的那套方法 最终大家都能成功呢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些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 想都是问题 做才是方法 他们做了 他们通过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判断自己 哪样的方式适合我 我应该下一步 该怎么去学习 但是当你每天都觉得很 就是不动手 不动脑的时候 你不动的时候 光去想的时候 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一旦你动了 一旦你动了 一旦你开始做了 真的 自然自然 顺其自然 它一定会好的 关键是要你去做 然后 学习最终是没有捷径的 学习没有捷径 每一步都算数 我觉得学习是一件天理下最公平的事情 它不像你其他方面 你比如说谈个朋友 你对他百分之百好 他就能对你百分之百好吗 或者是你做一个项目 你投入了百分百的精力 他就有百分百的效果吗 或者是能做成吗 不一定 但是学习这个事情 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 你付出了五十 那么你考试就得五十 你付出了百分之八十 那么你考试就得八十 所以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取决于你的勤奋 学习没有捷径 唯一的一个捷径就是 书山有路勤为劲 就是勤奋 没有勤奋 怎么去考呀 对不对 大家的积血 我相信能 我相信每一个在备考 能尽咱们安齐的这些血缘 大家其实心 心里的那个冲劲 那个热情一定是有的 为什么好多人后来 慢慢就泄满了 其实说白了 还是你不够勤奋呀 你要努力呀 你要为了自己的目标 而去奋斗呀 你不能成天光想呀 对不对 我们只要持续 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只要你勤奋 只要你坚持 只要你持续 终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就拿刚才 我又回到我的第一页PPT来说了 英语 其实我们学医学英语 英语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它不是最重要 它只能决定你学习的长度 它决定不了你学习的结果 学习的结果一定是 一定是靠你自身的勤奋的 所以没有一 所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只有一日积月美的努力 我希望每一个在奋斗路上的人 大家都为了自己去拼一把 因为 你如果这次不拼放弃了 那么经过多年之后 你回想起来 你不后悔吗 你自己难道没有遗憾吗 所以奋斗一把吧 努力为了一 努力一下吧 为了自己 我们人生只有一次 希望大家加油 考的都过 最后 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今天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 对 我还要预祝大家都成功上岸 大家一定能过的 你们一定能过的 一定一定一定能过的 我今年已经37块38岁了 我就是英语就是这么烂 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烂 但是我靠的就是勤奋 我靠的就是勤奋 我没有靠任何东西 我靠的就是勤奋 所以大家一定可以的 相信自己 没问题 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 可以带水进去吗 是这样子的 水是不能带进考场 但是他 我跟你说 大家不用担心 路程 那个路线是怎么样的 我好不好找 我在订酒店 订什么 我跟你说 整个RM备考期间 包括你考试 我跟你说 所有东西 你都不需要操心 你只需要操心的 就是你的努力学习 这些东西 包括路程怎么样 水能不能带呀 或者怎么样 能不能吃 这些东西你到了 顺其自然 你就知道了 水是不能进 不能带入那个烤 烤 那个那个 那个小房间的 但是你进去 露指纹呀什么的 那个 就是外头那个房间 它都有柜子 你可以放水 然后他第一次 是两个小时 你出来烤 第二次是 三个半小时 你出来烤 你可以喝 然后 我看一下大家还有啥 大一什么时候被考 大一 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 没有什么时间准备 好了就OK 已经上班了 想知道怎么安排时间 看书复习 上班了 上班了 想知道 上班了 大家都是在上班呀 大家都是在上班的 然后 书 复习 跟着老师就可以了 咱安琪的老师非常牛的 你就跟着老师的 老师的那个视频就可以了 时间周期 这个周期 一定是看自己的努力程度 花费时间的程度 花费时间的多少 根据这个来决定的 周期 周期 呀我跟你说 周期有的人多 有的人少 我看咱们安琪 有的 有的 有的学员十几天都考了 有的人四个月 有的人六个月 有的人八个月 有的人十个月 有的人一年 不一样 这个要看你在上面付出多少了 大一新生 嗯 周有多少 一周有多少课时 一周有多少课时 咱们安琪 我跟你说 咱们安琪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报了咱们安琪的课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去学了 然后你比如说 你要是觉得你学了快了 你就看书 或者是看之前的 之前的那个多少期 咱安琪今年好像都六十期了 你之前你也是可以看的呀 嗯 个人学习计划 不打算出国 PN和RNA 考哪个性价比高 哦 不打算出国 那这两个都可以 我跟你说 他没有什么性价比高和低 这一说 STN是这样子 STN是 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国际护士证 它是属于一个提高 然后RN是啥 RN相当于咱们 就是国外的一个护士证书 就是资格证 你拿PN就是提升自己 拿RN就是可以出国 但是RN也可以提升提升自己 我建议的时候 如果说是不要让我建议 我觉得那一次一次到位呗 因为RN既包括了提升 也包括了 可以可以出国吗 然后你现在不打算出国 你以后呢 嗯 你像我现在 我也我也没有出国打算 但是你想 我这以后事情谁说的来呀 如果要出国可以先考 R 雅思 这个没有什么先后顺序 都可以 先考 雅思 雅南要出国的话 你考雅思 不行呀 你得先考RN呀 你把RN考上了 然后你到时候等排期 对吧 RN是最重要的 转移病人什么意思呀 转移病人 哦对 这个哦 对 是啊 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RES 对着了 先转移病人 就是考了RN 就是可以做行政护士吗 考了RN可以做行政护士吗 啊 国外的护理啊 我跟你说 你去听咱们安琪 好多那些老师讲的课 我跟你说特别棒 因为那些老师都是在 在国外的 嗯 就是 他国外的护士 哦对 哦对 我想起来了 你关注安琪 你关注那个 安琪的那个 公众号 它里面有了 往期的视频有了 今天我好像都看见了 就是你这个这个RN能做 能做什么护士 你看我今天我都看了 你去看 关注咱们安琪的那个 公众号 你去看 嗯 哎呀 你也很棒 期待上岸 呀你肯定能上岸的 你一定能上岸的 一定可以 考试一共可以考多久 考试考五个小时 考五个小时 总共是多少条题啊 好像是145吧 哎之前是265 好像疫情是145吧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哦 但是我是做好了 考145题的准备 你问问咱们那个教育老师 嗯 这些值跟我们国内的值一样吗 基本上一样 但是也有点不太一样 不是 就是 但它差的不会特别多 比如说白细胞 我记得 咱国内是四到 四千到一万吧 然后 然后我 我学习的时候是五千到一万 其实差不太多 嗯 能分享吗 咨询老师 麻疹 嗯 CD夫 对对对 谢谢你哦 这个妹妹 就是CD夫 啊 这个妹妹跟我是一样的 呀 我真的是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 我跟你说 我真的要为你加油打气 咱俩的经历可能都是一样的 就是就是 没有一番寒测骨 哪得梅花扑鼻香呀 加油 加油 你真的可以的 我太能理解了 我真的太能理解了 哦 这个小朋友说 连题都看不懂 咋整 那你要分析原因呀 你看不懂题是因为啥 单词不认识 对吧 第一单词不认识 第二翻译不了 第三知识点不够完善 找原因呀 你去找原因找找吧 如果你都不懂 那你就是啥 现在就要打基础 你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盖房子 但是盖房子之前你要干啥 一定要打基础呀 你没有量的积累 怎么可能有质的改变呢 所以这就是你看不懂题的原因 从基础开始 Thunders书走起 对 RN考试的时候给纸和饼吗 给 但是他纸哈 就相当于 相当于一个啥东西 一个白板一样 就是你可以在上头写 是不是是可以的 但是我跟你说没用到 我跟你说 计算题真的超级简单 你一定可以的 但我 当我考试的时候没有计算题 我没有计算题 我是没有遇到计算题的 祝福你 祝福我 我也祝福你 谢谢 保障了 大家有问题 我打算出国吗 现在不 可能以后会 我跟你说 RN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拷贝啥呢 我自己心里特别 特别有感触 就是啥 就是 你看 你如果没有这个RN症了 那你就是能不能出国 对吧 你是能 不能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有RN症了 那就是主动权在于你了 那就是你想不想了 有RN症了 说白了 我不想 我就不想 我要是想了 我瞬间我就能走呀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RN症的话 这可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这是你能和不能的问题 区别太大了 小姐姐工作多久呀 呀我工作也是 你想我今年都三十七三十八了 准备多久 我跟你说 准备真的是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知识背景不一样 英语基础不一样 下的时间不一样 付出的努力不一样 知道吧 但是基本上 大家我看 大家之前的分享都一年左右 请问每天学习多长时间 每天学习多长时间是这样子的 我如果今天忙 我可能就睡觉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很闲 或者是我今天休息 我跟你说 我真的一天 我就是一天 嗯 嗯劳逸结合 最后一个月是去看题 还是去做题 最后一个月是去看题 还是去做题 我没看到你啥意思 那我大概就以我的意思 意思去理解呀 我跟你说啊 就是你根据自己的情况 我跟你说 其实到我最后的时候 我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我知识点 还挺欠缺的 如果让我重新看一遍书 书太厚了 我看不了 怎么办呢 然后我这个题 我要去分析 我现在做题是正确率不高 还是说是我见的题量不够 我跟你说哈 因为我做了题太多了 我的题 我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 我不用再刷题了 我的题量是够的 我见过的题性太多了 其实我在考试的时候啊 我见过 就特别奇怪的题 我知道那个题 我肯定错了 还是个多元 还是个多选 他问你什么 一个基因上的柄 然后底下又是什么基因链 我打眼一看 我就知道这个题 我不会 我一定不会 所以我当时根据 我自己以前的知识储备量 我觉得我应该选哪个 我一选我就过了 虽然说我知道他 他不他不会 但是遇到这种题 我一点都不慌 我就能很清楚的分析 我自己到底是 应该下一步该怎么样 直接我就过 或者是我自己再需要 半分钟 或者是一分钟时间思考 我很清楚 所以你想一想 你到底是因为 你做你因为啥 我跟你说 咱们安琪啊 我跟你说 大家去找自己的教育老师 你如果知识点 不是特别强 那你就从 你问咱们安琪老师 就是那个 那本书叫啥 我没错过 是MOSB是吧 这个就是挺针对于基础的 然后你基础差不多了 还可以了 就是那个Limping Code 我当时做的是Limping Code 然后这本书 还是咱安琪给的 咱安琪每年有校庆的时候 然后当时抽奖抽中了 我这本书是咱安琪 相当于送给我的 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看找你自己的薄弱点 题量不够 箭的题不多 那就去做题 如果题量够了 错误力多了 赶紧回去看你的错题 谢谢你 哎呀我跟你说 说到哭我也想起来 我跟你说 我当时考完 因为我145道题啊 我当时考试的时候 虽然说很强大 但是我考完心里 都真的挺失落的 没有人能145题过吧 所以我当时心里 其实挺失落的 但是我心里再失落 我当天晚上我就想好了 我从明天开始 我一定要把桑德尔书过一遍 我当时就这样想的 但是我考试的时候 淡定的很 考试可以考多久 考5小时 我看一下啊 边上学 边上班边上学吗 对啊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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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你为什么老否认 否定自己吗 为什么呀 那都是这样子的 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的 除了都需要带什么 啊 护照 OK 就是一个护照 护照就可以 其他都不需要 护照就可以 请问 U Word Limping Kip 哦 对 是这样子的 这几本书啊 就刚才我刚才我说了 MOSB是最基础的 然后Limpico的是很 很很很综合 就是它中等水平吧 中等还偏上一点 然后Kip Lian是 大家觉得Kip Lian还主 Kip Lian主要还挺挺难的 嗯 我是 我跟你说 我做题没有分科做 我全是综合 我没有分科做是因为啥 是因为 因为我没有学 因为Sunder的书 我看不了 我没有看 然后做题的时候 我跟你说哈 各有利弊啊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经验 大家 嗯 觉得呀 我不建议学我 但是我也我也觉得 看看个人情况啊 我没有去 呃一个科一个科目 科目的去 去刷 因为我发现一个弊端 我曾经做那个 精神课的时候 我发现哈 其实底下选项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看见 跟精神药物有关的 我就选那个答案 结果对了 我就发现不行 我那要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做做对题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 突击取巧来的 我做题全打乱 所以我 所以我去上 RN考考场的时候 我觉得对这种打乱的题 我早已见惯了 因为我就没有做过那种同课的题 但是大家也不要学我这样子啊 每个人经历 每个人经历是不一样的 你看 因为我看不懂书 我没有看书 然后我又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综合的这种题 我在做 但是比如说你 能看懂书 而且你一张一张就是这么来的 而且你通过做题 你发现 哎 我这一课的题 我的正确率高了 我我有自豪感了 这种东西对我是有利的 那你就一张一张 你去做 按课你去做 知道吧 然后当你按课做完 你有了自信了 觉得正确率也高了 你再去打乱做 这个东西啊 没有正确答案 根据个人情况来 因为我的情况是这样子 嗯 我都 我其实这些题我都做了 YouWord的 Sunders Limping Code的 Kip Lian 我都做了 我全做了 Kip Lian一本书 其实没有多好 其实我大概算了一下 虽然做了一本书 其实也就是 五千 哎不五千 五百 还不到五百 还差个十几二十道题 但一本书我做完了 我跟你说 我做题 我从来没有 我从我手底下过过的题 没有一道是随便的 没有一道是随便 我让他过的 一定是按照 我之前的那个流程 单词必须过 翻译必须过 为啥正确 为啥错误 OK 我必须得过一遍 认真努力 拼到我全力 我都要过一遍 记不住 记得住记不住 我暂时我放一边 但是题 我一定这样过 嗯 每天学习多长时间呀 刚才我说了 今天忙了 床上躺一下 半个小时 今天不忙了 休息了 一天 请问你怎么处理学习 处理学习工作 和陪孩子的时间 因为我孩子大了 知道吧 他上学 所以他上学的时间 是不需要我那个什么的 但是小孩子的话 哎呀 小孩子挺痛苦呀 那这个 这个因为我 因为 虽然我有孩子 但是 呃 我毕竟我 孩子大了 都三年级上学了 我一直在 这个他上学的期间 我是能权衡的 我觉得 你看啊 你是这样子的 你把你每天的事情 分一个优先级 重要且继续要处理的 重要且不需要继续处理的 不重要 不需要继续处理的 你分清 然后你把你一天的时间 或者一周的时间 大概做个规划 然后你看 你能分多少精力 我跟你说哈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时间长短不重要 结果才最重要 那人家 你看哈 你看我之前听过 一个老师的分享哈 人家那个老师 才四个月 人家就 哎 几个月 三个月还是四个月 就通过了 呀 我当时可羡慕了 但是你不要羡慕 人家只三个月 四个月去通过了 你没有看到他 前期的奴隐啊 那个老师 人家是在国外 读博士的 但是你想想看 他在国内 他能到国外去读 去读博士 那就证明他在国内 你起码你要 雅思和托福 你得成绩够吧 得够留学 那个标准吧 那人家在学雅思 在学托福的时候 努力了吗 是不是努力了呀 前期努力了 对不对 所以人家前期努力了 后头就轻松了 天启下没有免费的东西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每个人的成功 都是来之不易 哪有躺平的成功呀 对不对 都是要付出的 所以人家那个老师 当时考试 人家才三四个月 就通过了 那不是说 他啥都不会三四个月 前期 你看人家前期付出那么多 只是咱没看见而已 对吧 还有一个是看你目标感强不强了 同学 目标感一定要强 考试当天都准备什么 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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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准备什么 护照 对 考试当天准备什么 是这样子 因为我每天 因为我有早起的习惯 他那个老师考试的时间 跟我早起的习惯是一样的 所以我 觉得没有啥准备的 就是我平常 该咋地就咋地 这老师只能去美国吧 不是啊 美国可以 广州可以 香港可以 台湾也可以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呀 你问教育老师 一会儿的Kaplan 主要做一会儿的吗 一会儿的我是做完了 2220道题 然后Kaplan是个 算了 应该是个485道题吧 我印象中应该是 虽然他一本书 但是他题量并不大 我都做了 我都做了 最后一个月 是去看题还是去做题 看题做题 我是不是刚回答过了 嗯 考前刷优味的 向我学习 哎呀 我也向你学习 这个儿只能去美国 广州 广州 广州啊 儿是不是有有效期的 哦 这个我具体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 你可以问一下老师 但是我听说的是这样子的 他不是说咱们国内的这个 他这个好像从网上怎么去注册就可以了 不是说像咱这个这么还要去工作怎么怎么的 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但是我不是很肯定 你可以问问你的教育老师 准考证不用答应 反正我是没有没有 多少提量算够啊 啊 多少提量算够啊 这个因人而异了 因为我之前听过好多老师或者是学员的分享 人家好像也没做啥题 可能又握着做一下 有时候可能到考试前都不够 然后就考过了 而我呢 是更吃更吃更吃 这个真的因人而异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你看 因为我听了很多人的分享 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 但是我能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看想都是问题 做才是方法 你在你动手动脑 动笔 眼耳手全部动起来的时候 你的方法自然就来了 提量就是这样子的 考多少题是怎么决定了 考多少题电脑决定 ZT电脑自适应 最少75 最多 以前是265 现在是不是145 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最多145 但以前都是265 计算机 计算机平你 计算机怎么平 计算机它有一个 有一个波浪线 比如说0 0是最低 100是最高 比如说60 就算 比如说50或60 算到最中间吧 你答对一个题 它就给你难度上升一次 你答错一个题 它就给你往下 再简单一个级别 然后 它那个 你能不能过 不取决于你 做正确的数量 它只取决于 能不能你到达它那个线 我复习了几个月 我复习了几个月 这个咋说呢 我有时候不复习 也不是不复习 反正我一天 躺床也会看看 然后休息了 我就时间长了 计算机根据你答题 正确率判断 对 是的 计算机 男生也可以学吗 问你的教育老师 应该也可以 只要你护理学就可以啊 有证件就可以 不好意思 可能可能扩住了些 当天 考场 考场当天带什么东西 进考场 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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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到 让美国纽约中了 安琪还帮申请其他国家的 对呀 安琪啥都给你弄 安琪帮你申请 你不用操心 你只需要操心学习 通通交给安琪 我 大家都是这样子 我也是这样子 我就没有管 我就光学习 找安琪 你不用弄这些东西 他们都给你弄了 安琪全全弄 但一般报考的都是纽约州 而可以直接报考 想去其他州在这 啊 对 啊 正确率是吧 跟我一样 纠结的啊 正确率是多少 我一直可操心这个正确率了 我跟你说 正确率 我真的没有 那个 就是没办法判断 你知道为啥不 刚开始做题的时候 你比如说 从网上选择了十道题 可能这十道题 你做对九道 做对一道 那你就相当于 百分之九十啊 比如说你今天选题量 选多了 做五十道 可能 你一半就错了 正确率只有五十 那个正确率多少 看你每天做多少题 然后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正确率刚开始 啊 惨不忍睹 十几 二十几 然后 划了好长时间 在一点点 三十几 四十几 五十几 然后我觉得我的平顶期 但是我也有做过百分之百对的 那都是题量少 但大部分这种综合题 就比如说 起码也得做 三四十四五十道 五六十道以上的话 然后都是一点点 正确率在走 但是我的平顶期 就百分之七十了 平顶期百分之七十了 大多数都是控制在 到最后是啥 我基本上就是往 你以为啥 我最我做的最后的 最后的题库 是那个 Limbing Code Limbing Code 我全做的是综合题 它后面七套题 都是综合题 它有时候是七十七道题 是一套题 有的是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五 或者是二百六十六道题 算一算一道题 我整个的 那个正确率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有修后 确实还有些单词 就是我查的特别少 如果我在有时候查一下单词 可能我的正确率 就在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但如果我单纯靠我自己 我可能有时候翻译不了 单词认识不了 就是全靠自己做的话 正确率是在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五十五 嗯 安琪 你看 英语水平 打几集才可以去那边 正常交流 你要去哪 是去美国吗 那要考雅思 或者托福呀 或者这样一 咱安琪 我现在就是 报的咱安琪的那个雅思 雅思的话 应该是 均分六点五口语七 嗯 就是这个样子 嗯 大家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就 差不多了 时间 嗯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下线了 也快八点了 那好 那就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真的 大家一定要努力 还是那句话 学心没有捷径 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只有日积月累的努力 应与成绩的好坏 时间的长短 任何一切客观因素 只决定你 学习的时长 而 学习的结果 是通过你的勤奋和坚持不懈的 它不由其他决定 就是有的人时间长 有的人时间短一点而已 但是最终我们的结果是一样的 还有 对 我今天还想在最后说一下 比如说 就是有的人 可能考一次试 甚至两次试 甚至三次都没有通过的小伙伴们 你们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泄气 因为RN考试 我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能上战场 能去考试 就证明你的知识量 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行的 尽管你考试没有通过 也可能是种种的一些客观因素 但是你千万不要放弃 你一旦放弃了 你以后做任何事情 你都有这个放弃的念头 所以一定要加油 加油 再加油 能上战场的 能去考试的 就已经证明你优秀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一个问题 一回答我就下线了 不能回头改 计算机 这个考完了 一旦Next 下一个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不能回头改 好的 谢谢大家 那就下见了 预祝大家都能成功上爱 加油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